此復健非比復健 从巴都火车站对面的巷子进入 跟着指标走就可以来趟復健山之旅 旁边这边就是刚好是火车站的位置 所以你看它这个以前是一个制高点 像当初清发战争 他们就是打到这个地方就停住了 復健山最大的特色就是有重要的军事要地 不管是进入竹林秘境 还是通往吉隆高中的通学步道 仔细观察都可以看见军事碉堡 我上次导览的时候带大家走到这里说 我那时候刁堡到了 大家说刁堡在哪里 刁堡在哪里 实际上它就在你的脚下 沿途山进步道都设有解说牌 丰富的生态及历史文化 从中可一窥究竟 这棵树就是你看那个皮都已经被剥落了 它这个不是人家去把它剥下来的 它原本它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不是这个树叫做白千层 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些调查跟盘整 然后举办了四个场次的社造小旅行 那今天是第一个场次 是我们走我们附建山 跟我们的异建社区 内政部云建署的社区特优奖 荣获最高荣耀 主要也是赋予环境新生命 是一个环山的步道 看到的严家古厕 看到以前的历史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觉得在这边 这么多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出一个 时代的传承 然后我们也看到历史的风貌 觉得蛮感动的啦 因为就是从社区 就是这么 觉得很脏啊 很脏乱的地方 可是重点是透过大家一起投入 然后一起参与 然后付出实际行动 然后把整个社区变得更好 靠双脚走进山 想走多远多高全是选择 像极了人生缩影 而这一条神雕帕马步道 展现的是社区营造的精神 欢迎大家来爬附建山 呼吸新鲜空气 感受巴南设造的成果与魅力 记者蔡小军 七龙报导